这天啊 小明他爸到刘大夫那里做客了 但是刘大夫却大哭起来 非常的痛苦 小明他爸就感到很费解 问刘大夫 哎刘大夫啊 你怎么了 我失恋了 和女朋友吵架了 谁能帮我想个办法 把女朋友追回来啊 小明他爸觉得他很可怜 决定用自己的关爱 去帮助他一下 你为啥失恋了 他说我不够浪漫 到底啥是叫浪漫呢 呃我打个比方 明知道他不爱你 你还送他一百朵玫瑰 这个就是浪漫 明知道他爱你 你还送他一百朵玫瑰呢 那就叫浪费 那是没责了 不要急嘛 我陪你去一起找他 于是刘大夫小明他爸 就两个人来到了小区的下面 小明他爸找到一个东北哥们 给了他二十块钱 大兄弟 把一个叫小红的姑娘叫下来 行呗 小红 快下来 刘大夫想你想你 睡不着觉了 哗了 像一盆水浇了下来 要不我们发条短信给他 这样也行吗 你这样发 从前啊 有个姑娘叫易达 她和一个叫关爱的相爱了 他们在一起看星星 当流星划过天空 他将这座流星命名为 易达关爱的星 代表我对你的爱意啊 小红 我在楼下等你 刘大夫半信半疑 发了这条短信 把两个人准备走出去的时候 小红从龙体口出现了 他们双眼对视 互相拥抱 刘大夫感动得哭了 小明他爸说 我很高兴这个小关爱 可以帮你把小红找回来 哈哈哈哈 敬请期待 半疑